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采访系 我是主持人郑泰 站在我身边的就是Hero酒精的九成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Hero酒精的九成 首先我们恭喜Hero酒精 获得了我们本赛季的首胜 然后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发现事隔两天 Hero酒精和之前的状态 有一个明显的回升 今天九成觉得大家打得怎么样 首战失利之后怎么调整 我们今天的话 后面三局还行嘛 前两局我状态很差 然后打得有点迷 前两局比较差 对 状态很差 但后来还是及时做出了调整 对对 好 那第二个问题 猫神之前说他的原歌是火影级别 在今天比赛当中 你使用了原歌杨玉环 还有招牌英雄干将 那来评价一下自己的原歌 到达什么级别了 吓人 吓人 看来还是需要修量 非常的谦虚 然后第三个问题 今天就在开赛之前 我注意到你的微博里 发了三个坏笑的表情 这个表情是不是发给西西的 有什么生意 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就又可以打他了 又可以打他了 对 那也是注意到 今天比赛当中 就是西西经常和你 剩下你们两个人在那边solo 当时有什么感受 杀死他 就是要杀死他 对啊 战场上没有兄弟啊 这个叫做 就是全力以赴 就是最大的尊重 我还很想杀死他 就是很想杀他 简单明了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在我们 Hero9进这个赛季 队员名单当中 有一些 有很多调整啊 那就问一下你们 现在磨合的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到达 你们最好的状态 我们磨合的 20%吧 还20% 对 也就是说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那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你的队友说的呢 就对我们两个 新上来的队友说吧 我想对他们两个说 别慌 别慌 对 然后别看不起自己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一定要有自信 有自信才能拿下比赛 对 那也再次恭喜Hero9进 然后希望粉丝 也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那今天感谢九成 接受我的采访 稍事休息 我们一会儿回来 谢谢大家